吃砂鍋 你們喜歡是加粉絲 還是喜歡加這個方便麵 我現在在新華街啊 現在有要去吃一個砂鍋 這家也是開了非常多年的 這家也是很多小伙伴跟我推薦說是非常好吃 先往上去試一下 到了啊 它這有好多種啊 給我來一份牛肉的 然後我不要那個粉絲要那個方便麵 這個是什麼湯啊 牛肉湯 它這些都是可以加到砂鍋裡面的 這個是牛肉啊 然後中間這一個是 排骨啊 中間這一個 排骨啊 然後旁邊是鴨血 它這一個是大腸加排骨了是吧 對 裡面好像也開了很多年了是吧 三十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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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啊 我要的是一個牛肉砂鍋啊 上面這些就是牛肉 這一個 大概有個十幾片 然後底下它本來是粉絲 默認的是粉絲啊 我不喜歡粉絲 然後換成了那個方便麵 砂鍋牛肉 然後底下加的是方便麵 然後本身有一點白菜 一點金針菇香菇什麼的 來試一下啊 先試一下牛肉啊 紅燒牛肉 它本身燉得很入味啊 來口湯 它這個是牛肉湯啊 湯底是牛肉湯 來口麵 很燙啊 方便麵 吃砂鍋你們喜歡是加那個粉絲 還是喜歡加這個方便麵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吃這個方便麵 吸收了這個牛肉湯的方便麵 鵪鶉蛋 白菜啊 還有一些黃花菜 它這個最大的就是 大腸牛肉排骨的 這三樣 然後底下這個你可以要方便麵 生麵 粉絲 默認的是粉絲啊 香菇啊 我真的挺喜歡它這個湯底 它這個湯底就是有牛肉湯底 跟那個排骨湯底 牛肉湯的好喝啊 然後他們家也開了 三十幾年了 三十一年了 時間非常的久 我這一份是十九塊錢 個人感覺這個味道 還是相當不錯的 有沒有吃過的小伙伴 你覺得怎樣 很晚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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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谢谢大家